讲到一个新的实态叫做一般将来史 有人说这实态不是讲过了吗 是的 在三十七课的时候 我们讲过一般将来史的其中一个结构 那今天呢还会再次讲到另外一个全新的结构 好了 接下来在课文当中呢 大家会发现会用到很多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学过的实态 所以呢 我们需要在真实的语境和情景下 学会使用各种不同实态的混合应用 接下来呢 在词汇板块我们要研究的是 有关于人这个词 在英语当中不同的表达 好了 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吧 作词音叫 然后呢 前面的T 你所听到的是被酌化的 所以叫 接下来呢 还需要把字母L的发音发出来 舌尖放在上指根部 然后用嗓子轻轻发 所以合起来是 读完的时候呢 舌尖仍然是在上指根部的 这个单词呢 是一个副词 翻译为还 或者是仍然仍旧这种意思 那看到副词呢 我们一般来说会想到它的位置 对吗 因为只要知道了位置 我们就可以非常灵活的去使用它了 那这个副词呢 和频率副词的位置会比较接近 你很记得吗 频率副词的位置是什么来着 叫做情细后 十亿前 所以呢 在使用still的时候 通常情况下 都是按照这个规则来使用的 比如我们来举些例子 它还在那呢 可以叫 He is still there 那你会发现这里呢 is是细动词 still就放在了它的后面 叫做 He is still there 第二个例子叫做 I still stay in Beijing I still stay in Beijing 我仍然住在北京 待在北京 那在这里呢 大家来仔细看一下 stay是一个动词 而still放在了它的前面 所以呢 这就相当于说在十一动词的前面 最后一个例句 She still loves you She still loves you 你会发现love是十一动词 然后still是在它的前面 那其实呢 对于still这类型的副词 只要大家用多了 自然而然就能够读出来 它在句子当中应该有的位置 OK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单词 叫move move 这里面呢 字母v是需要用上牙齿 咬住下嘴唇的方式读出来的 v move move 这是一个动词 叫做搬家 我们需要知道两个搭配 第一个是move to move to 这个to呢 主要是表示一个方向 大概的方向 所以呢 它后面所加的词 都是一些相对大的地方 举个例子 She moved to Mars last year 你说这个是哪啊 Mars就是火星 意思是说 它去年搬到火星去了 那火星是一个非常大的地儿 对不对 所以呢 move就一般就指的是 这种相对大的地方 搬到哪去了 当然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端语叫move into move into 我们知道angelis叫进入 所以呢 它在后边接东西 或者地方的时候呢 接的都是一些相对具体的地方 比如说 he has moved into the new house she or he has moved into the new house 他已经搬到了新房子里 已经搬入了新房子 所以move into就表示搬入 搬进 这种意思 OK 好了 这是有关于move 接下来第三个是miss miss 这个单词在读的时候呢 字母r是需要发非常短速的音的叫i i miss miss 它呢是想念的意思 思念的意思 所以呢 我要表达我想你 就叫i miss you i miss you 但是呢 大家会发现后边除了想念思念 还有意思叫错过 就是说天哪 这个差异也太大了 思念想念和错过 这居然是一个词吗 所以呢 很多人经常会发现 在英语当中一个词会有好多种不同的意思 对不对 但是其实实际上大家记住 尽管一个英文单词有可能会翻译出很多不同的意思 但其实它最终或者说最原本的意思只有一个 我一直觉得很多词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解释的 比如说我们来举些例子 fall f-a-l-l 这个单词 它呢作为动词是落下 作为名词是秋天 那大家想想秋天最重要一个动作就是万物都要凋零了 对吧 所以叫落下 因此呢fall作为秋天和落下这两个意思是很容易理解的 因为它们原本就是一个词 对不对 再比如说gift g-i-f-t 礼物这个单词 gift 除了礼物之外呢 这个词还有意思叫做天赋 大家想一下 我们经常说一个人有天赋 其实就是上帝赐予他的礼物 对吗 所以说天赋和礼物是同样一个词 都叫做gift 这些词都是可以解释的 但是呢每当我提起这个单词miss的时候 就觉得很难解释 miss想念和错过 它到底哪个是最初的意思呢 正当我非常非常不能想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有一次上课是一个高中生的班 一个高高一的男生坐在这个第一台的角落里 非常深沉的说了一句话 说老师 错过了才会想念啊 那一刻啊 我真是豁然开朗 你知道一个高一学生的人生阅历啊 已经 已经达到了这种可以点醒我的程度了 你知道吗 错过了才会想念啊 是吗 所以错过和想念是一个词叫miss 因此呢 i miss you 可以理解为我想你 也可以理解为我错过了你 当然这是需要语境的啊 在不同语境当中你需要去推理啊 它到底表示错过还是想念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个词 一块都叫neighbor neighbor 那这个单词首先先说它的写法 写法呢有两种 大家看到书上是这种写法 但是呢它是英式的写法 在美式英语当中呢 会把最后倒数第二个you给它去掉 然后呢 这两种写法 你在写作文的时候都是可以作为正确的 所以哪种都是可以的哈 但是在读音上呢会有一些不同 在英国人的方式读来的话 这个词读作neighbor neighbor 就是后面那个没有而化 读作a neighbor 而美式呢会把它发为有而化音的叫ber neighbor neighbor 所以neighbor neighbor都是可以的 两种读音 两种学法都是可行的 接下来请看这个单词叫person person 这是我们在今天词汇板块非常重要的词哈 因为呃 这是一个表示人的词 稍后还有一词叫people 所以我们今天会把有关于人的事说清楚哈 首先person作为一个名字来说 它有非常清晰的单复述形式 你可以说one person two persons three persons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从名词变复述的角度来说很正常的词 该怎么样去用单数或者复述 就按照正常的规则去使用就可以了 one person two persons 两个人 三个人等等哈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看看什么意思 we have two persons with that name we have two persons 就是我们有两个人 with that name 就是有那个名字 也就是说我们有两个有那个名字的人 所以呢就相当于说有两个人的名字是一样的 因此呢在这可以翻译为 我们这有两位叫这个名的人 所以呢在这里大家会发现 这个person就是一个中常的复述形式 two persons right 好了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 大家是不是在很多的地方都会被升级为vip 对吗那你知道vip是什么吗 对的我们现在来看啊 它是三个英文单词的缩写 分别是v代表very非常 i呢是important important叫做重要的 最后一个p就是person 所以呢合起来是very important person 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就被称为vip ok 好了那也关于person这个词我们就理解了哈 接下来呢大家会看到另外一个表示人的词叫people people 他也是人 就是说啊那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说 他这个词作为啊这个名词来说单负数的角度 开始怎么变的 这个词呢是可以说one people的 也可以说two people 但是如果你要说two people没有加s的情况 好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单负数同行的词 在负数形式的时候呢是不需要加s的 他就长这样two people three people five people four people 都是这样的啊 他是不需要加s的加了是错误的 不可以的 ok好了这是一点 接下来我们需要了解这个词在表达意思的时候啊 比这个person啊更为丰富的含义 首先大家会发现这个词作主语的时候 经常用负数形式的位移动词 也就是说会把它看为一个负数形式来使用 举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叫 we are one people with one will we are one people 就说哇这个好奇怪啊 we是负数形式 对吧我们 然后呢搭配的是负数的这个必动词are 怎么后来又是one people呢 所以呢这里就是people更加这个宽阔的意思了 它在这里不是人而是民族的意思 那当然作为民族它是一个有很多人所构成的一个集合体 对吗 所以大家会看到的是we are one people 而不是单数形式哈 with one will就是拥有一个意志 所以可以翻译为我们是一个民族拥有一个意志 好了接下来呢 people这个词还可以泛指人 也就是说我们平常说啊 人们经常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就用这个词叫people 这个例子哈 这个句有点长 大家看一下叫做people do not know the value of health till they lose it 我们先来看这个什么意思 这里的people所指的就是人们 do not know the value of health 就是不知道健康的价值 do not know就是don't know的意思 只不过这里没有缩写而已哈 接下来的这个词叫value v-a-l-u-e就是价值 什么什么的价值呢 后面叫这个of the value of health 就是健康的价值 人们呢不知道健康的价值 接下来有一个词是我们在77课的时候学过的 还记得吗 till till叫做直到什么为止 直到什么时候呢 they lose it 直到他们失去的时候 所以这句话想表达的意思就是 直到失去健康的时候 人们才意识到健康的价值所在 那在这里大家会看到people这个词所指的就是人们 他泛指人们 所以呢 下次当我们提到人们总是有这样的习惯 或者人们怎么着的时候都可以用做people 但是呢 很少用到person 因为person是一个相对具体的概念 这个人this person that person 但是如果一旦泛指人都这样 那就是people OK 好了 除了这两个用法之外呢 我们还要继续来说第三个 在日常的使用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在people前面加the的时候呢 是可以表达人民这个概念的 就是普通老百姓 普通大众这个意思 比如说 my duty is to serve the people my duty is to serve the people 我的职责就是为人民服务 所以大家看到这里的serve就是服务的意思 所以服务于人民就是为人民服务 my duty is to serve the people 那在这里的people所指的就是普通大众 老百姓的意思 对吗 好了 那有关于person 还有people这两个词表示人 单付出的变化呀 以及他们扩展的意思 并且还有他们稍微的一点点区别 person更加具体 people更为泛指的 这些意思大家就明确了 好了 接下来说 今天的最后一个单词了 叫poor poor 那就是这个人呢 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 或者就让人觉得非常怜悯他 所以你就觉得这个人特别可怜 所以呢 一方面是客观没钱的可怜 还有一方面就是情感上的这种可怜 都可以用这个词 再来一遍poor ok 以上就是单词的全部内容了 房子了 然后ian呢 告诉他 嗯 那你回家跟你媳妇商量一下吧 啊 一文价钱文货的 我这房子不太贵 接下来到了91课当中 你会发现这个场面 已经是这个房子已经卖掉了 ian呢 要从这个房子搬走了 在搬的过程当中啊 遇到了他的三个女邻居在对话 你会发现这三个女邻居对应啊 真是赞不绝口 依依不舍呀 非常非常不想让他搬走 但是后来发现 他们也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他媳妇特别想搬走 我们也大概了解了其中的缘由啊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详细的来 把这里面的八个小点 为大家来展开 首先请大家来看一下 当这三个女子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 其中一个人就问 has he sold his house yet? 他有没有把房子卖了呀 这个呢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 引起话题的一种方式呗 现在完成时 然后呢 回家说yes he has 已经卖了 同时在对方没有问的情况下 就已经具体谈论了 他是上周卖的 he sold it last week 所以你会发现呢 第一句问的和答语 都是现在完成时 因为它是立足于现在 来说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办完的 而接下来都是具体谈论 因为他要叙述过去 上周把房子卖了 好的 这是在这个语境下的这个 时态的使用 接下来我们来着重来说 这个词组 not yet 这是在口语当中 超级好用的一个表达形式 意思叫还没呢 举个例子 比如问 有人问你结婚了吗 have you got married? 还没 not yet not yet 还有人问 have you finished your work? 活该完了没有啊 not yet 还没呢 have you had a son? 有儿子吗 not yet 没有 总之只要是还没呢 都可以用not yet来回答 这是一个超级超级万能的表述 所以呢 你一定要记住啊 好了 接下来请大家来看这个句子 红发女子对于Yan的行踪非常了解 她说he's going to move tomorrow 她要明天搬走 那在这里面呢 大家会发现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 叫明天 Tomorrow 这是一个在一般将来时代当中 非常明确和具体的时间证语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要为大家来罗列一下 在一般将来时代当中 会用到的一些明确的时间证语 明天是tomorrow 那明天早晨呢 就叫tomorrow morning tomorrow morning 明天下午是tomorrow afternoon tomorrow afternoon 还有明天晚上 tomorrow evening tomorrow evening 接下来明天夜里 就是明天深夜 比较晚的时间叫tomorrow night tomorrow night 再比如 还有很多呢 比如说后天 后天呢 是明天之后的那一天 那大家来倒着看 最后一个是tomorrow after是之后 the day就是那一天 所以倒着翻译就是明天之后的那一天了 the day after tomorrow the day after tomorrow 接下来后天早晨呢 大家想想应该怎么说 有点长 叫做the day after tomorrow in the morning 这跟我们之前所说的 这个前天早晨是一样的 前天早晨叫什么 赖着还记得吗 叫做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in the morning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in the morning 那这个是后天早晨 就是the day after tomorrow in the morning 接下来是后天下午 是the day after tomorrow in the afternoon the day after tomorrow in the afternoon 还有后天晚上 叫做the day after tomorrow in the evening the day after tomorrow in the evening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些词组都是我们在将来时代当中 非常非常常用的 OK 好了 最后一个 昨天夜里 the night after next 其实它的全部叫做 the night after next night 但是呢 这个night前面已经有了 所以就不必重复了 直接说the night after next 就可以了 OK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说哈 其中这三位女子当中的一位 非常直白的表达了 I won't miss him I won't miss him 我会想念她的 这关系有多体啊 I won't miss him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两个L呢 其实就是will的缩写 在未来呢 大家在写的时候可以这样写 说的时候呢 可以这样说 请看 如果不缩写 就是W-I-L-L 读作I will I will 如果一旦缩写了呢 可以读I'll I'll 所以这句话可以读成 I'll miss him I will miss him 或者I'll miss him 都是可以的 好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句话 当一个人要离开的时候啊 周围的人可能就会对他 以一种非常发自内心的评价 所以呢 其中一位对于这个 Ian呢 就给出了一个评价 说 He has always been a good neighbor He has always been a good neighbor 大家会发现 这是一个现代完成式 对吗 但是呢 因为这里面没有十一动词 所以用到的是 主语加Hi has 加Ben 再加非动词的这种结构 还记得吗 我们在8385课的时候说过啊 这里面的a good neighbor 一个好邻居呢 是一个名词 也就是说属于这里的非动词类别 所以呢 这句话就是一个在 嗯 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或者说在分别的时候 给予对方非常忠诚的一种评价 发自内心的评价 好了 现在我们来举些例子 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理解 比如说 嗯 她 这位女士一直来都很漂亮 我可以说 She has always been pretty She has always been pretty 她一直以来都很漂亮 这男的呢 一直来都很丑 我就可以说 He has always been ugly He has always been ugly 这都是对于这两个人 阶段性的总结 还有一句呢 啊 她俩一直是一对啊 好 那这也是一个总结 呃 也是一个没有实意动词的 对吧 所以叫做 They have always been a couple They have always been a couple 大家看最后一个词 A couple 是一对的意思 就是一对夫妇 一对情侣 都可以叫一对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直接把他们形容为 A couple 就是一对 OK 好了 那大家对于主语 加害怕加笨 这种结构 应该到目前为止 应该很熟悉 很了解了 对吗 好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说 呃 因为Ian呢 明天不是要搬走了吗 所以呢 有些邻居可能还想 对他说一些道别的话 但是可能自己 不会亲自去见到 所以呢 就问那个红发女子 Will you see Ian today? Will you see Ian today? 今天你会不会看到他呀 呃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 将来时代 今天你会不会见到他 然后你要见到的话呢 一定带我向他问候 所以接下来请男来看这句话 Please give him my regards Please give him my regards 请给他我的问候 就是请带我向他问好的意思 那在这里呢 我们先需要了解一个单词 叫regard regard 它的意思叫问候 也叫做敬意 那它是可以变成付诸形式的 叫regards regards 它其实并没有出现在 生词短语当中 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学过 它是一个生词 你可以把它作为生词短语去记得 再说一点 regards regards 付诸形式叫regards 好了 那接下来呢 大家来想想 我们之前学过give 双冰语的用法 比如说give somebody something 对吧 或者是send somebody something 就是给某人某样东西 或者发送给某人某样东西 都可以 那么接下来呢 大家会发现 我们可以把这个改为 Please send him my regards 也是完全可以的 就是请带我向他问好 把我的问候给他 就是带我向他问好了 所以呢 大家可以把give somebody wants regards 这个结构 计为一个固定的搭配 就是带谁向谁问好 再比如说 Please give your mother my regards 请把我的问候给你妈妈 那就是带我向你妈妈问好 Please give your mother my regards OK 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 这篇课文当中的最后 也是最难的一点 在整个这篇课文当中 前面其实都是复习 大家有没有发现 前面那些have has ben 加费动子等等的这些 都是之前所学过的内容 对于大家来说呢 就是把这些内容 放在真实的语境当中 串一遍 但是这个内容呢 属于展示的内容 同时它是有理解上的难度的 好了 大家来看一下哈 这三位女子呢 评价了Ian 是不是真的想卖这个房子 是不是真的想离开这里的事实 他说 He didn't want to leave this house He didn't want to leave this house 他不想离开这个房子 No he didn't want to leave But his wife did 这是另外一个女子说的 No he didn't want to leave But his wife did 请问大家 这个地方该如何翻译呢 他说 No he didn't want to leave 不 他不想离开 但是他的妻子想离开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上面那句话说 他不想离开这个房子 下面的人说 不他不想离开 是不是似乎好像有点奇怪 对吗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要真正的 从汉语的角度来理解 上面那个女子说 他不想离开这个房子 请问下面这位女士 跟他的意见一致还是不一致呢 是的 一致的 他也认为 这个Ian他不想离开这个房子 所以呢 如果去翻译的话 应该他想表达的意思是 是啊 可不是吗 他不想离开这 那他老婆想走啊 是的意思吗 所以说 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 是啊 他不想离开这里 对不对 于是有人就问了 哎 这不是是啊吗 你为什么用个no呢 对吧 理论上是不是应该用个yes 比如说 嗯 就应该这样说 yes he didn't want to leave 好了 假如这样说的话 大家来仔细观察一下 这句话 yes he didn't want to leave 有问题吗 yes 是一个肯定的表达 而he didn't want to 是一个否定的表述 说明前面是肯定 后面是否定 是不是矛盾了 那在英语的这个句子当中 是最忌讳 在形式上不一致的 也就是说 前面你用的是肯定的 后面有否定的 这是在形式上 有极大不一致的情况 这是在英语当中 不允许出现的 所以在英语当中 即便你想说 是啊 他不想离开 也得和后面这个句子 he didn't want to leave 的形式保证一致 那he didn't want to leave 是否定的 那自然 我在前面 也得用个否定词 no 所以大家会发现 原文就是 no he didn't want to leave 但是真正翻译成中文 就应该是 是啊 可不是吗 他不想离开这里 好了 所以呢 通过以上的结构 大家就可以总结出 在中英的两种语言当中 各自所凸显出来的特点 你会发现呢 在这个中文当中 我们说话的时候 非常的主观 而且我们在表达意思的时候 是真正的去表达意思的 我有什么意思 我就说什么 对吗 比如说 我想说 是可不是吗 那就是我想这么说 我想表达这个意思 那我就把这个句话 说出来了 对不对 而在英语当中呢 他更加照顾的是 语言上的形式 所以呢 他会把主观上 表达的意思隐藏起来 而为了满足 客观上的前后一致 所以你会发现 he didn't want to leave 是否定的 他就把前面那词 也给他改为了 no 不能用yes OK 好了 那明确的这一点呢 其实大家未来 在遇到这样的情形 就心里非常有谱了 你所关注的 不是前面那个yes 还是no 而是后面那个句子 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 比如以这个为例 你看到的主要信息 应该是 he didn't want to leave 他不想离开 既然是不想 那前面一定是no 对不对 但是呢 你要根据上下文 翻译中文的时候 得把它翻译成 是的 他不想离开 OK 好了 那我们来举一个真实的例子 大家来体会一下 有一个人叫Jim 一个人叫Sarah 那请大家来看一下 他们的情况 是这样的 Jim doesn't love Sarah Did he Jim doesn't love Sarah Did he 意思是说呀 Jim是不爱Sarah的 对吗 那好 接下来有人这么回答 No he didn't 请大家 什么意思 中文是什么意思 No he didn't He didn't的意思就是 他不爱 对不对 所以你在翻译的时候 就翻译成 是的 他不爱 因为上面已经说不爱了 对不对 所以你就说是的 不爱 但你要说 Yes he did 那就翻译成 不 他是爱的 就是Jim是很爱Sarah的 所以呢 大家在翻译的时候 关注的不是yes和no 这两个词 而是后面那半句话 He didn't 或者He did 决定了前面 那个yes和no 到底是什么意思 OK 好的 那这个呢 属于在这一刻当中 所出现的难点部分 如果大家能理解 那是最好的 如果不能理解 没有关系 在一侧当中 没有强行 大家必须要知道这个 因为反译疑问句 也就是说 我们刚所讲的这个 属于反译疑问句的类型 在二侧当中 还会继续详细讲解的 其中第一个结构 大家还记得吗 用卓语加上 IsMR加GoingTo 再加一个动词原型 就可以构成一个 非常完整的 一般将来时的表达 那今天呢 在这一刻当中 我们要说 一般将来时的 第二种结构 也就是说 除了它之外 我们还可以 用用这个结构 它的构成是 主语加上will 加上动词的原型 那你会发现 这里面最关键的关键呢 就是一个词叫will 这个词相当于 一个助动词 它的存在意义 就在于明确的表明 这是一个 表示将来意义的句子 所以说 大家会发现 这里面主语加了 助动词 那就是说 还没有真正的动词呢 对吗 所以接下来 要加的这个动词的原型 就是这个句子当中 最核心 也是最重要的 未语动词 而且呢 这一位动词 是不能够做改变的 不能编过去诗 不能加三单形诗 等等谁都不能加 用动词原型就可以了 那么在整个 这个结构构成的时候呢 will是一个 最万能的词 它可以搭配 任意的主语 但是呢 还有一个词 有些时候也会用 叫做shall S-H-A-L-L 但是这个词呢 它只适用于 第一人称 也就是说 只适用于 I shall 或者 we shall 除了这两个人称之外呢 其他人称是不可以用的 所以呢 大家在使用这个结构的时候 使用will 是最保险的 因为它什么人称 都是可以的 OK 那下次当你见到了show 也是能够知道 它也是个一般将来识的 就可以了 OK 好了 那这个结构我们了解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如同以往所有时态一样 在表达句子的时候呢 只要按照这个结构 代入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说一些句子哈 请拿来看这里叫 He will come on time He will come on time 意思是 它会准时来的 在这里呢 will是一个助动词 后面所加的真正的动词就是come 而且他会发现come是一个原型 对吗 最后的on time 大家需要知道 在时间上面 就是准时的意思 所以这句话就是 它会准时来的 接下来第二个句子 The woman will talk for hours about nothing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这位女士will talk 将会说话聊天 几里瓜拉表达 for hours 就是长达好几个小时 about呢可以表示关于 关于什么聊好几个小时呢 nothing 就是什么都没聊 什么都没说 然后几里瓜拉说了好几个小时 所以呢我们可以表达 那个女人将会几里瓜拉 一连说上好几个小时 但其实没有阻止大意 about nothing 就相当于说 啥都没说的意思 好了 接下来第三个句子 He will show his true colors someday show his true colors 就是展示他真实的颜色 那就相当于我们中文当中的 现圆形的意思 所以这句话 表达的意思是说 他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会现圆形的 或者现出圆形的都可以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观察一下 这三个句子当中 真正的位于动词 第一个是come 第二个是talk 第三个是show 这些词都是动词的圆形 对吗 而他们前面用到的 都是主动词will 所以呢 他们就可以非常完整的 表示将要 这个意思 一般将来时呢 除了主语加will 加动词圆形 这个结构之外呢 有些时候还会出现 这个句子压根就没有 动词的情况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 假如这个句子没有动词 就是十一动词的话 咱们该如何处理 请看 我想给了这样一个句子 演讲者 将是我的老朋友 John 那这句话当中 大家会发现 没有十一动词 对不对 那该怎么表达呢 请看 The speaker will be Our old friend John The speaker will be Our old friend John 演讲者将是我们的老朋友 我的老朋友 真的没关系 关键的关键呢 请大家来看一下 这里面 Our old friend 是我们的老朋友 代词名词 对不对 Old是学中词 但是它也是为了 修饰名词的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一起 看看一个名词的端语 John是一个人名 那肯定也是一个名词 对不对 也就是说在这个句子的后面 是没有一个动词的 所以就是因为如此 我们在前面使用的时候呢 在will后面加了一个词 叫be will be Our old friend John OK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句子 他理想化的 未来的丈夫将会是这个样子的 身材够大 皮肤浅黑 然后相貌英俊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词 理想化的 就是 每个人当 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理想的 这样一个另一半的形象 所以这个理想的就可以叫这个单词叫sublimate sublimate 所以呢 我们把它放到里面叫做her sublimate future husband will be 再加上接下来刚刚所说的那些 will be tall dark and handsome tall就是身材高大的 dark呢就是皮肤有点黑 再加上这个handsome 就是帅气的 那你会发现这几个词都是形容词 对吗 也就是说这里面呢 并没有出现真正的实义动词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在will后面加一个词叫be will be tall dark and handsome 所以呢 大家要需要知道 will这种结构当中 如果没有实义动词 那么需要人为的先加一个be 再加上非动词 所以呢 我们把它总结为 今天用will来表示一般将来时代当中的第二种结构 就是没有实义动词的情况 主语叫will加be 加非动词 那这种结构呢 其实我们在讲is am i going to 的时候也讲到了 当时说过 主语加is am i going to 后面可以直接加动词的原型 也可以加be 再加非动词 跟它是一个概念 OK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 一般将来时 不论你用哪种结构 不论有没有动词 它都有可能会变为疑问句形式 对吗 或者是否定型句形式 那你知道 所有的疑问句 只有两个办法 要不然是借来一个词 去提问 要不然是把某一个词提前就可以了 那你知道 所有的注动词 是不是都可以提前呢 刚刚说过 在这个结构当中 will就是一个注动词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切而易举的 把它提到前头来 变成疑问句形式 那凡是能提前的 都可以在后面加not 所以呢 它的否定句形式 就是在will后面加not 就可以变为否定句形式 OK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练习一些 疑问句和否定句形式 请看这个是刚刚的例子 he will come on time 它会准时来的 然后变成疑问句 就是把will提到最前头来 叫做will he come on time will he come on time 就可以了 接下来刚刚那个句子的 woman will talk for hours about nothing 那现在我们把will提前叫做 will the woman talk for hours about nothing 就行了 还有这个句子 he will show his true colors someday 有一天他会现圆形的 然后把will提前叫做 will he show his true colors someday 什么都不需要改变 只需要把will提前就可以了 那否定句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现在来改装这个句子 the speaker will be our old friend John 然后呢 在will后面加not就可以了 变成了 the speaker will not be our old friend John 这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他理想化的丈夫 不是这样的 肯定有人不喜欢那种有黑的 或者是身材高大的 也有可能喜欢身材中懂的等等 所以我可以说 her sublimate future husband will not be tall dark and handsome 好我们再来读一遍 her sublimate future husband will not be tall dark and handsome 所以呢 有关于一般将来时的 疑问句和否定句变化 是非常之简单的 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 今天在这一课当中 所看到的一般将来时 主要是两个结构 主语加will加动词的原型 还有主语加will加b加非动词 当然在这之前 我们学过的37课 是主语加smr加going to 然后再加动词的原型 于是呢 当我们把所有一般将来时的 结构放到这里的时候 有同学就会问 老师 那他们有区别吗 有不同吗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要稍微说一下 在一般将来时这个实态当中 如果是口语表达 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异的 不论你用上面的 smrgoing to 还是用will的结构 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 在语法的角度来说 smrgoing to 是有他自己强调的点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 smrgoing to呢 通常会强调这三点 叫做客观 马上 或者是预先计划 也就是说 如果我想强调客观 强调马上 强调预先计划的时候呢 我可以尽量的去使用 smrgoing to 我们来举些例子 请大家来看 look at the black clouds 看那个黑色的云 就是看看看乌云来了 it's going to rain it's going to rain 乌云来了 我会判定要下雨了 对吧 那大家知道 天要下雨 天要下雨 天要下雨这种事 完全是客观的 对不对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所以呢 我们就尽量的去使用 smrgoing to这种结构 it's going to rain 它属于客观的情况 接下来请看第二个例子 look Jim is going to fall into the river Jim is going to fall in the river 前面还有字叫look 看看 Jim马上就要掉进去了 眼看着说话之间就会掉进去 所以呢 这个呢 是强调动作 很快马上就会发生了 所以呢 会用到了smrgoing to 再比如说 they are going to get married next month they are going to get married next month 下个月呢 他们要结婚了 那你知道 结婚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 双方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做十足十足的准备 所以呢 他要强调一个预先计划 所以用到了 smrgoing to去表达的 那么在真正的实际生活当中 尤其在口语当中 他俩是可以随便用的 但是呢 如果你想特别强调以上三点 就尽量用smrgoing to OK 除此之外 他们没有其他区别了 有人说 那共同点呢 嗯 共同点就是 他们的结构都有两点 一个是加动词原型的 还有一个是加必 加非动词的 再有 就是他们都是用来表示将来的 OK 好了 那到这为止呢 一般将来时的所有结构 咱们就全部学完了 上面那个句子叫 win will 这是一个询问时间的 一个将来时的表达 也就是说 这其实是一个特殊疑问句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根据这个图片的内容 把这个句子补充完整 比如说 以第一个图片为例 叫rain rain 这是一个动词下雨 那接下来大家要把它放到 win will当中去 请问大家还缺一个什么东西呢 是的 缺一个主语 那我们知道凡是出天气的时候呢 都用it来做主语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连接为 win will it rain 再说一遍 win will it rain 意思就是什么时候会下雨呢 好了 下面请看第二个图片是 snow 下雪 我们什么时候会下雪呢 同样的用it来做主语 那就是win will it snow win will it snow 请看第三个图片是leave 是离开 那我问的可能是 坐在椅子上的 沙发上的这位女士 那就是win will she leave win will she leave 接下来是起床 这是一位男士 那我就可以说 win will he get up win will he get up 接下来请看第二行 arrive是到达 我可以说你什么时候到呀 叫做win will you arrive win will you arrive 接下来是finish work 完成工作 我可以问他什么时候完成工作呢 叫做win will he finish his work win will he finish his work 或者可以说win will he finish work 都可以 接下来是have a holiday 叫度假 哎呦 他们什么时候去度假呢 叫做win will they have a holiday win will they have a holiday 最后一个是drive home 开车回家 他们什么时候开车回家呢 叫做win will they drive home win will they drive home 好的 那我们就以这些图片为例 下面呢大家都可以用相同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这是非常锻炼大家看图说话的能力的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哈 就是有关于特殊疑问句 在一般交来时代当中 其实组织的时候是很简单的 请大家来以度假这个话题为例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问你们什么时候去度假 那win这个特殊疑问词方的最前头 那就是win will you have a holiday win will you have a holiday 你们什么时候去度假呢 第二个 你们这个去哪度假呢 所以呢这里的哪儿就变成了特殊疑问词 叫where where will you have a holiday where will you have a holiday 接下来是你们准备怎么去度假 如何去度假 那就是how how will you go 就是怎么去这个地方 how will you go 所以呢不论你用到哪个特殊疑问词 你会发现它的语序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除了这些特殊疑问词之外 后面的部分都是一般疑问句的语序 对吧 所以这个也不算难 好了以上就是92课的内容 我们要为大家补充在真实的语言表述当中 除了is and we're going to 还有will这两个结构之外 其他的一般将来时的结构 其实呢即便我今天在这里给大家补充的两个结构 还不能把所有一般将来时的结构告诉你 因为到了二侧第36课当中 大家还会继续的学到其他的表示将来的方式 好了 现在我们来说说哈 除了那两种结构之外 我们在这会介绍两种哈 第一种叫做be about to be about to 那因为是一般将来时 所以这里的be呢 一般是is and are这三个词 所以可以是is about to am about to 或者是are about to 举个例子 我说我们要走了 那就是we are about to leave we are about to leave 有人说那这个是表达什么呢 他其实主要强调的就是马上即将 可能我们已经上车了 坐上火车了 然后给对方打电话说我们要走了 we are about to leave 再来举个例子 he is about to finish his study he is about to finish his study 叫做他即将完成他的学业了 可能他很快 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就完成了 所以呢 未来看到be about to 他也是可以表示将来的 表示即将 好了 今天要介绍的第二个呢 叫做be加 to do 就是is and are 加上to do 也是可以表示将来的 而且呢 他主要强调的是按照计划 或者安排 要发生的某件事情 比如说 we are to meet at the zoo we are to meet at the zoo 我们约定在动物园见面 就叫做we are to meet at the zoo 再比如说 the football match is to play at eight today the football match is to play at eight today 就是今天足球比赛将在八点举行 那这两件事情呢 都是提前安排好的 就可以用is and are to do的形式来表达 那你会发现这里的do呢 就是实义动词 第一个句子用meet去替代了do 第二个句子用这个play去替代了这个do 就是真正的做这个动作 OK 好了 以上呢 就是91和92个的所有内容了